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前几天我在Facebook上买了一颗无花果树苗 今天打算把它移栽到这个五加仑的花盆里 无花果是不耐寒的果树 在卡尔加里冬天室外肯定是要被冻死的 这个小树苗的根部看起来还不错 考虑到冬天要移到室内,所以决定用盆栽 现在先用这个五加仑的盆来种 明年或许根据它成长的大小决定是否换盆 无花果是可以种在盆里的 只要营养得当,在盆内照样结果 我是这样给它配土的 用杀菌后的花盆旧土添加一半的新土 再添加炒木灰、鸡蛋壳渣、自己的不客戏堆肥、羊粪肥 搅拌匀,匀称后添加到小树苗的周围 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浇水和定期浇,浇酵素肥以及不客戏液体肥 相信这样照料它会长得不错 无花果在我们这个地区不能过冬 所以苗圃一般都没有卖的 我曾经用种子自己尝试过育种 但是试过几次都没成功 无花果树千叉是很容易成功的 而且据说早春千叉,当年就可以结果 无花果的结果期比较长 6到11月都可以结果 但它的储存比较困难 所以超市的无花果卖的都非常的贵 无花果营养非常丰富 对血管、抗肌体氧化、防癌、补充微量元素 帮助机体消化、吸收功能都有很多的好处 是世界公认的绿色健康水果 但是它的含糖量也很高 糖尿病患者要少吃或者不吃 如果您家的条件允许 建议中科无花果在后院 会给家庭带来很好的健康保健效果 我把拌好的土在无花果的周围填满压实 然后搬到阳光好的地方 现在我们这边温度还极不稳定 如果气温低于摄氏零度就要搬回室内 最后要记得浇好定脂水 一定要浇透 我把它搬到二楼的小卵棚里 白天可以得到充足的阳光 如果突然变天 小卵棚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顺便也给大家看看 4月初解冻了这些菜香后 播种下去的萝卜种子 这期间又经历了两次大雪 现在苗已经长出来了 它们虽然发芽生长 要比室内育苗时间长 但是一旦长出来 它们就非常适应这样的环境 苗绘很壮也没有涂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